从史学宗师到教育大家 他实现了完美转身 先后将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推向名校之列 著名教育家陈元下集 论语有云 君子以文会友 以友妇人 妇人大学因此得名 这所大学在教育史上 破具传奇色彩 而传奇的缔造者乃是陈元 民国时期 妇人大学是与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齐名的名牌院校 显赫一时名人辈出 新中国成立后 妇人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 妇人大学是由天主教宠办的高校 但是却把中国的国学论语定为校训 是什么样的背景令他如此特别 而陈元又是怎样让他在磨难中 屡创辉煌的呢 如今走进石刹海旁的 妇人大学旧址 古色古香的琉璃瓦屋顶 汉白玉须迷作 红色雕花窗帘 敦服的石石 依然彰显着浓郁的中式风格 这所由陈元从美国请来的建筑设计师莫菲 采用西方新工艺 新材料设计建造的校园 被誉为旧京三大中西合璧建筑之一 即使是校舍 也无不显示出陈元的理念 汇通中西 美美与共 时间回到1912年 同为中国天主教领袖人物 清朝皇族后裔英脸之 与复旦大学创办者马向博 共同提倡 在北京建立一座天主教大学 经过十多年的筹备和推进 终于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 称斯立北平府仁大学 而陈元先生是如何与府仁大学结缘 又是如何成为府仁大学校长的呢 他英脸之呢 1926年去世了 去世之前 就把筹备公教这个任务 委托给陈元安 他跟马向博相来委托给他 那么他为什么 教会办这个大学这个任务 要交给陈元安呢 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呢 陈元安在当时的学术上的地位 已经很高了 他的思考 这思考又发表 博率的影响很大 第二 陈元安为他们两位老人呢 做了不少工作 为他们 经理那个天主教啊 基督教的这个书啊 重新教队 重新看法 印出了好几本 都是陈元安一手 把他这个做的教刊 起先生就讲说 有可能还是看中 他的教育学的人脉 因为他当过教育次长 当时这个辅仁 他这个转成大学 他是很复杂的 有几个过程的 先从辅仁学士 转成一个公教大学 就变成一个大学 但公教大学和正式大学 还不一样 然后又从公教大学 转为这个辅仁大学 那么每一步呢 都是要经过这个教育部啊 这个批文呢 还有成城的这个审批 所以他们呢 也看中呢 就是说成员呢 在教育界的这个人脉 作为一所教会大学 创始人英脸之 起初主张全盘西化 五四之后 中国进入大规模 输入西学的时代 当时的青年 以学经济 学外语 学技术为荣 对于国学 则视之为无用糟粕 陈元主持辅仁之后 对传统国学 日渐示威的现状 痛心不已 他认为 一个民族的消亡 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 在这个关键时刻 保住民族 就要保住民族文化 因此 陈元开始了在辅仁的教育救国计划 开设国文课 是他在辅仁播下的第一枚教育救国种子 在他看来 国文教育是给青年人一副眼镜 有了眼镜 你就可以看得更远 更清楚 能分清中西文化之精华与糟粕 陈元亲自主持大一的国文课 并选用了一批 有国学根底的教师来讲授 于训 柴德庚 周祖摩和齐公等 都是当时的授课老师 这些人 后来都成为成就很高的学者 齐公曾回忆说 学年末 全校大一国文会考 陈元先生亲自出题 不但是学生的会考 也是教师们的会考 陈元还开设了 在史学界开封器的两门课程 中国史学名著选读 中国史学名著评论 这两门课程 对于文科研究者而言 就如同打开学习历史大门的两把钥匙 今天国内历史教育界 依然在开设被奉为经典的这两课 但对于西学 陈元也同样倍加重视 辅仁的教员中 外籍教师比例为30% 中西结合的教师和管理队伍 为融会贯通中西文化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辅仁作为一所教会大学 办学权 管理权 实际掌控在教会手中 因此陈元形容自己是一个甩手校长 并不参与大学的具体管理 但有两件事 他却紧紧攥在手中 丝毫不敢放松 那就是教学和师资 靠着这两个杠杆 陈元将辅仁推上了20世纪初 与北大 清华 燕京并称的 北平四大名校之席 在教学上注重传统 又包容严谨的陈元 在师资上又是怎么做的呢 布居一格匠人才 是陈元为辅仁揽的法宝 陈元选拔人才 不应寻守旧 没有门户之鉴 兼容并包 为财是举 为财是用 启公曾说 在他一生当中 有幸遇到好几位恩师 但终生的大恩师 只有一位 就是陈元先生 如今中学生启公 三进两出辅仁的故事 已经成为一段佳话 那么这其中到底有怎样曲折的经过呢 启公 1912年出生于北京 一个没落衰败的清朝皇族之戏 小时候和寡母 及未出嫁的姑姑 相依为命 生活困难 高中未毕业 启公便因原著的来源断绝而辍学 只好临时以卖画来度日 但他对国学 书画艺术极有天赋 从小就具有诗书画方面的才能 1933年 21岁的启公笔下的书画文章 已有了佼佼之色 启公回应说他见成员的时候 看到他眉目俊朗 树莫威严 心里有点打倒 就还是有怯场 但是成员很和蔼 一开始用一句话打消了他的顾虑 就拉近两人的距离 说我看了你的家事和简历 说我发现我的叔父和你的祖父 好像还是同盟的汉领 他说这么说起来 咱们还是世交呢 是吧 说不应该身份那个意思 启公说这一句话就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 1933年秋季开学后 陈元帮启公找到了 在府仁大学附属中学 教国文的教职 开始几年 陈元几乎是手把手地 把自己作为老师的经验 一一教给了他 启公毫无疑问能胜任这一教职 但封管附中的院长 却以启公中学还未毕业 就教中学不合制度为由 将他辞退了 两年后 陈元又找到机会 安排启公到 府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 可是事情不巧 一年多以后 以前辞退他的那位院长 又来分管美术系了 他仍认为启公学历不够 再次把他辞退了 尽管如此 陈元依然坚持认为 像启公这样的人才 不应该被埋没 应该扶持他走上为社会服务的道路 于是几年后的一个秋季开学时 陈元再次请启公回到府仁大学 这一次直接拼任他为大学的国文系讲师 启公也不负失望 博学精进 一心教书智学 成为了著名的教育家 国学大师 古典文献学家和书画家 如今 启公先生也已作古 但他们师生之间的交往的事迹 依然被世人当作典范流传着 一方面不拘一格匠人才 一方面他对教师的教学态度 又要求十分严格 启公曾回忆起陈元 对他耳提面命的九条上课守则 第一条就是 一个人站在讲台上 要有一个样子 和学生的脸是对立的 但感情不可对立 版书每行四五字 绝不写到黑板下矿处 怕后边做的学生看不见 启公说 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 我现在站着眼泪 也能画出来 我来到北京比较晚 五零年了 陈老已经七十了 那么当时陈寅老 是一个德国王中的老学者 我们是一个不同大学生 陈老的样子是很威严的 也不够严肖 走到路上 给陈老聚工 他也会顶头往里 他就是一个学者的性格 望之而言而记之以温 他对他的学生辈 其实也很客气的 像当只有我们再往一辈的 学生在的时候 他都会称带的学生 张先生 李先生 王先生 不如这个知乎其名的 一里都是先生 在陈元的苦心经营下 辅仁大学从白手起家 而成著名学府 他培育的人才 可谓精英辈出 有科学家 实业家 社会活动家 政治家 但大部分学生 还是接过元安先生的教编 从事了教育工作 仅以历史学家为例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全国各著名大学 历史学的系主任 几乎都是他的学生 大家在一起开学科研讨会 就如同师门聚会 1937年 七七事变以后不久 北平就被日军占领 抗日战争期间 其他高校纷纷难迁 而福人大学 因为属于是德国的教会大学 得以保留 作为校长 陈元决定留守北京 给民族留下火种和希望 抗战期间 陈元先生一直坚守在北平 他是如何在这样内忧外困的情况下 让福人大学依然保持了活力呢 当时的北平可谓风雨飘摇 福人大学也面临着日委政府 施予的难以想象的困难 日委政府经常来校搜查 后来又派日籍教师进入学校 对师生进行监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校内的气氛变得非常凝重 沉闷 办学环境极其险恶 陈元一面千方百计 与敌伟当局周旋 保全府人大学 一面又利用各种场合 教育青年学生 要在艰苦的环境中 坚持民族气节 他不接受伟当局的任何命令 坚持使用原有教材 保护了古都的一片净土 日本侵略军占领徐州后 伟当局强迫北平各学校 悬挂伟国旗并游行庆祝 也遭到了陈元的再次拒绝 面对敌人 陈元说 国土沦陷 我们只是悲痛 要庆祝办不到 在那艰苦的时光中 陈元在威逼利诱 和恐怖的政治环境下 不仅带领学校苦苦支撑 更潜心疏斋 以一个传统文人的情怀和傲骨 以文人特有的方式坚持抗争 他提倡经事致用和有意义之史学 以书斋作战场 以纸笔为武器 几年之中 陈元闭门谢客 撰写了七部专著 十余篇论文 是他一生著作最丰硕的时期 北京沦陷 那么他希望通过这个史学 以史学为武器 来呼吁国内民众的这种爱国热心 还有民族意识 来作为一种抗战的武器 所以推动他这个抗战时期 也写出的这个 大量的七部有意义的这个著作 通过对历史 对宗教的研究 然后来惨发他的史学评论 以古欲经 这样子来激发这个人民的这种爱国热心 所以这是一个他推动 他史学进步发展的一个过程 启公在回忆老师的书中 有这样一段文字 老师曾语重心长地说 从来敌人消灭一个民族 必从消灭他的民族历史文化着手 中华民族文化不被消灭 也是抗敌根本之一 在陈元的带领下 辅仁大学师生历尽艰难 战胜了日伪的干扰和经济拮据的困难 不仅使其幸存下来 而且校务活动有了稳步发展 办学规模也不断扩大 成为了抗日时期 沦陷去爱国青年的项目之所 这老家地下那时候 这是我们的车 我们要把汉学从法国人手里 要把巴黎东京变成中国的北京人 他是作为一个事业来做 他并没有考虑到 我将来在这个教育史上 占什么位置 他不考虑这个东西的 他就是在那个时代里面 我应该把这个事做好 应该把福音大学办好 是吧 你马上把我要把福音大学办好 江波林要把那个南海大学办好 这个是我的职责 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做的 我们要一流 现在说一流大学一流学科 我给他听到 还有一流学者 你没有一个一流学者 怎么能够成一流学科呢 没有一流学科 怎么成一流大学呢 是不是 成了这样子 就是一流学者 所以他这个人 是一流学者 他有经历的一流学科 只要留下什么名字 我不管了 他没有这个名啊 利啊 我想啊 他们没有这个东西 就是要为了中国的富强 为了中国的强大 得凭和平解放之后 陈元与学生上街 欢迎解放军入城 从新化四节五号 一直步行到西直门 此时陈元已进古西之年 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 毛泽东与陈元同席 他向别人介绍说 这是陈元 读书很多 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1950年 中央人民政府宣布 接办辅仁大学 改称国立辅仁大学 陈元被任命为校长 之后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 辅仁大学 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 辅仁校园也被划为 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区 在陈元的带领下 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了一流高校 更成为国内师范类大学的桥楚 解放前夕文件的 接触到一些进步的学生 给他看了一些书 包括毛泽东与新民族族议论的这些 后来特别有了 他解放以后亲身的经历 是有人问他的 说解放以后 你看到些什么 他我看到的什么东西我不说 我讲我看不到的 看不到那个打人的那个军警 看不到那些那个大官 就刘略长去收古董 看不见这些那些 他就觉得现在 我已经觉得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他是亲身经历了几个朝代 是吗 清朝末年 北洋政府 日本占领 国民政府 经历这么几个朝代 最后他觉得现在找到 找到这个 建立一个 有希望的中国的一个 一个道路了 应该讲 他是一个比较成功的 一个说影 毕竟还是实现了 自己的人生抱负 因为他往年自己也是 还是很自和自己 内心很安慰的 他在北京师大 孝庆六十周年的时候 他讲 附了几首诗 其中有两句 大家经常要用的 就是说 芬芳讨理人间盛 为我平生众树心 也就是说 他当时也恐怕 也就是八十多岁了 觉得对自己这一生 还是比较满意的 在教育事业上 做出这样的贡献 我想他还是比较欣慰的 1971年 这位走过了 九十一年风雨岁月的老人 离开人世 陈元去世后 按照他的遗嘱 家人将他的稿费 四万元交作党费 将他珍藏的四万余册图书 近两千件文物和一生的积蓄 全部交工 图书及大部分文物 现藏国家图书馆 281件珍贵文物 现藏首都博物馆 在陈元先生诞辰 110周年之际 他的学生起工 未报诗人 用自己呕心沥血 浮案三年 创作的上百幅书画作品 在香港义卖所得的 160多万元人民币 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 历云奖学助学基金 而今 以83岁高龄的陈志超 依然埋头于史学研究 他正在做最后的冲刺 为自己即将出版的 《吉卜旧五代史》 结像做准备 并为他主持的 另一重大项目 心急宋慧耀 努力工作 希望能将祖父的 学术精神 心火相传 北京师范大学 则将其中一栋楼 命名为 丽云学院 以纪念这位 与时俱进 丽云一生的老校长 芬芳桃礼 人间盛 为我平生 众树心 陈元先生 对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的 发展和进步 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世人铭记 他教书育人的精神 也将世代流传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详绥遥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